做人,还是要以和为贵,尽量不要去得罪别人,也不要和别人翻脸,能忍则忍,能让则让,有度即可,做人要明白,你得罪了别人,和别人翻脸,给自己树立了敌人,对自己没任何好处,只会让更多的人讨厌你,甚至攻击你,诋毁你,乃至算计你,人这辈子,最容易得罪人的五种行为,我们都要知晓,最好不要去犯这样的错误。 毕竟,得罪一个人很容易,但得罪后的结果,往往是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五行,炫耀自己,人际关系,最忌讳的就是炫耀自己,喜欢炫耀自己的人,殊不知别人早就暗暗讨厌你了,前不久,田普郡的一番国外的贵族论,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弹, 我们在这番论调中,看到田小姐一幅高高在上的姿态,特别让人感觉不舒服,也看到她急于想要表现自己的优越感。 爱炫耀自己的人,往往认为自己不可一世,对待别人就会露出自己的视力,对待别人的行为就会一番平头论足,显出自己博学。 这种态度屡屡让人不爽,殊不知,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,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成长的成就和荣耀。 但是切记言语中对待别人的不屑于辱骂,用自己的标准去绑架别人,这都会令人反感与生厌。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世事无常。 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时候,坏有平常心去做就好,学会低调做人,高调做事,才会得到人发自内心的尊重。 杨修之死,讲述了杨修之所以被曹操杀死,最关键的就是杨修的语言中总是满满喜欢秀出自己的智商,总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。 这种过于显露才华,让曹操很不舒服,杨修这是故意激发人的极度之心。 担心他坏了自己的大事,所以才会除掉他。 要知道,人都是善读的,而学会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,永远都要保留自己的实力。 不做过度暴露的人,你才会屡屡让人刮目相看,赢得别人的尊重。 这提醒我们,在人际关系中,我们交流一定要以多倾听为主,可以适当地说出自己人生经历,但是以抛砖引玉的方式为主。 尤其不要在言语中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感,才会吸引别人和你持续交流下去。 因为人人都渴望做关系中的主人,当你愿意陪衬别人的时候。 反而是最彰显你伟大胸襟与格局的地方,自然别人也会懂得你的好与才华。 居高临下 人际交往,要想有好人员,就必须做到尊重他人,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。 相反,假如你自以为高人异等,对待别人,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,那就容易得罪人。 有时候,即使一片好心,也会被认为是施舍和歧视。 一个大学生勤工俭学,假期的时候,在一家餐馆打工,餐馆的经理为人不算坏,但就是有一个毛病,对餐厅员工总是习惯高高在上。 他常对大学生说,你很幸运。 能来到这么高级的餐厅打工,我们餐厅,你应该,有一次,当这位经理又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,想要对大学生训话时,大学生忍不住说道,再说下去,我就一拳揍扁你的鼻子。 大学生的回应显然是太过暴躁,还需要社会的打磨,但从人际交往的角度讲,总是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,的确是很容易得罪人的行为。 说话太直,玩笑开太过,说白了就是太子思,从来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,别人这么对你,你受得了吗? 如果有人对你说,你真是个直肠子,或者你这人真直,你把这句话当做表扬来听,还是当批评来听呢,我想90%的概率你回答,那还用问,当然是在夸我,说话直接肯定是一个人的优点,这不正说明我性情率真,真实可靠吗? 这么想的人,接下来的故事基本上会是这样发展的,在工作和生活中继续发挥自己说话值的优点后,会发现无意中总是得罪人,轻则让人不舒服,重则被远离和断交,而他自己还一脸委屈,怪别人不理解自己的好心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。 说话如果不经大脑,不分场合和情境,只图自己说的痛快,发泄情绪,那和坦诚没啥关系,反而是一个人最大的缺点,是情商很低的表现。 有个词来形容一个人说话时的状态,叫做心直口快,指的是一个人性格直爽,快人快语,有什么就说什么,毫无保留,这看上去是优点,但用在人际交往中,有时候却很容易得罪人。 比如,几个人在交谈的时候,你把其中一个人的隐私,或者不愿被别人知道的缺陷,事无巨细当众讲出来,可想而知,对方是怎样的一种感受。 你觉得无伤大雅,可是没有谁喜欢别人,拿着自己的秘密或者缺点到处宣扬,尤其是在公开场合,若是遇到性格暴躁的人,当场翻脸都有可能,有些人可能口里不说,但是却把这件事记到心里。 表面不在乎的样子,心中已经把你当成了敌人,不定哪天就会对你实施报复的行为,所以,做人要懂得分寸,无论在任何场所,都不要拿别人的短板当做话题。 背后说人坏话,谁人背后无人说,谁人背后不说人,话虽如此,但我们最好不要背后说人坏话,这最容易得罪人。 如果是我,我宁愿你当面说我坏话,也不希望你背后论我是非,喜欢背后说人坏话的人,得罪人是肯定的,因为他说的话,迟早会传到他说的人耳中,因为有句话说得得好,若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。 做人,要守住自己的嘴,背后不要论人是非,说人坏话,别给自己找麻烦。 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期期,总有那么一些人,喜欢扎在一起到是非,背着别人嘀咕对方的坏话,仿佛除此以外,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话题。 然而,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,喜欢背后说人坏话。 迟早会传到对方的耳朵里,这不摆明了,再给自己树敌人吗? 若想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,做人,要管好自己的嘴巴,不要觉得随便说别人几句坏话,没什么大不了的,对方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 要知道,这是在给自己找麻烦,不定什么时候你遇到了坎坷,可能就是你当初论人是非,种下的因果。 控制不住情绪 很多人都是非常情绪化的,而且特别容易冲动,只要有人稍微挑拨一下,马上就开始乱发脾气。 可是我们一定要明白,在职场当中,你的同事并不是家人,他们也不会来一味地迁就你。 如果是遇到脾气好的同事,内心比较大度,不会跟你一般计较,但遇到那些小心眼的同事,可就说不准了。 甚至有时候,即使你认为是在为别人好,可说出来的话却带着很大的情绪,往往也是把别人得罪了,可能连自己都还没有注意到。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,在任何集体当中,都一定要学会控制自身的情绪,不要因为一次发懦,错失了大好的前途,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 人这辈子,不要主动去得罪别人,因为得罪别人,只会给自己招来祸患。 所以,以上最容易得罪人的六种行为,千万别犯,要引以为戒。 这五种行为都和说话有关,可见,管住自己的嘴有多么重要,手嘴不惹祸,不会说,就保持沉默。 三年学说话,一生学闭嘴,懂得闭嘴,才是聪明的做法,得罪人很容易,一句话就够了,但要和好如初,就算千言万语,只怕都是徒劳。 做人,要好好说话,让别人自己的嘴,给自己惹来了祸患,愿你积极乐观,开心过好每一天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。 请不吝点赞 训乱节误 gone there,请不吝点赞 특著花才能 calidad的大道菜,ildã判判判判判刑更多。 variation音乐创刑是co whilst阻 geometло该累死 感谢观看